大家好 芹菜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可是很多人在吃芹菜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芹菜根给扔掉了 殊不知它还有其他的很多好处 以后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把它留起来和陈皮搭配在一起 没想到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学会了之后你就赚到了 简单方便省钱又实用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视频看完之后一定要先点赞收藏起来 并且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包括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几根芹菜 用剪刀把它的根部剪下来 剪下来的叶子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 用它来炒鸡蛋也特别的香 或者是把它当作配料来使用也非常的美味 最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芹菜根部上面的小须给它剪下来 像这种小须上面的泥土会比较多 清洗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所以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 芹菜根部 芹菜根部尽味道鲜美 而且营养最丰富的地方都集中在根部 所以以后大家在吃芹菜的时候 芹菜的根部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它可是一个宝贝来着 最后处理成像我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剪好之后再把它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面粉和一勺食用盐 下手把芹菜根清洗干净 大家都知道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能够有效的把芹菜根部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还有泥土吸附干净 而食盐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用它们两者来清洗会洗得更加的干净 一定要像我这样一根一根的给它去搓洗 芹菜根含有丰富的有机酸 胡萝卜素 维生素C 糖类 以及挥发油等多种营养成分 所以以后的芹菜根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把它留起来学会像我这样子做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给它多搓洗一会儿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一下 里面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看上去也特别的浑浊 洗出了很多的泥土和脏东西 接下来再把它控水捞出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淘洗两遍 洗去上面的面粉和盐分 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 直到把水洗至清澈为止 像这样清洗过后的芹菜根就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看上去明显比之前清爽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你们只要看一下里面淘洗出来的这碗水就知道了 一目了然清澈见底 再把洗干净的芹菜根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 最后再用剪刀把芹菜根剪成两到三段 这样既能方便出味 又能减少煮制的时间 还能使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 下面再准备10克橙皮 橙皮我们要选择这种年份较高的 年份越高它的效果就越好 光看它表面的颜色和软硬程度 摸上去的感觉硬邦邦的 而且还特别的干燥 就证明这是五年以上的橙皮了 再把准备好的橙皮倒入碗中 再把粘在一起大块一点的橙皮撕成小块 这样既能快速的出味 又能方便清洗 而且还能使里面的营养成分 充分的释放出来 全部撕好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下手把橙皮抓洗干净 大家都知道橙皮从采摘到晾晒的整个过程中 里面多多少少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 而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有效的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吸附干净 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可以用手给它甩一甩 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甩出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看上去也特别的脏 接下来先把洗好的橙皮 控水捞出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淘洗两遍 洗去上面的面粉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 直到把水洗至清澈为止 像这样清洗过后的橙皮就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看上去明显比之前清爽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橙皮 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把洗干净的橙皮倒入砂锅中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 在这里没有砂锅的话也可以用电锅 或者是养生糊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 再用勺子将其搅动一下搅动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转中小火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 把橙皮里面的营养充分地煮出来 这样不仅口感好 效果和作用也更加的好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好香哦 一股热气腾腾的橙皮清香味扑鼻而来 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香气 这时里面的营养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 汤水的颜色明显比之前深多了 金黄金黄的看着就非常的好喝 亲爱的家人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接下来我们再把洗干净的芹菜羹加进来 再用勺子将其搅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然后继续盖上盖子开中小火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 把香菜羹煮熟 煮出香菜羹里面的营养成分 使它和橙皮的营养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现在闻着就已经特别的香了 这时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 一道非常简单营养又好喝的 香菜羹煮成皮就这样做好了 金黄金黄的 光看这颜色就非常的好喝 把它稍微放凉之后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它的口感喝起来既有橙皮的清香味 又有芹菜的清甜味 喝下去的每一口都别有一番风味 做法简单食材家家户户都有 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你们知道它还有其他的什么好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